昨天那一場 只能在那個看 因為那個票沒辦法取得 因為知道是非常熱門 一定要來幫他加油這一次對不對 那一定要的 那我覺得說因為他有辦法 到今天我們是一拍一拍的 這樣子進入他一起 那我跟他因為 引導他到這個領域 那當然我有責任來看他 因為他們都在國選隊 那真的非常辛苦 那甚至一回來的話他 跟我相處的時間也很短 所以我每次開玩笑阿甲 所以我在電視上看的時間 就比你在家裡看的時間很長 因為他回來之後他也很吃力 比如說他就回來去休息 然後就再看一點 然後自己比賽的一些內蠻 那像昨天 他們現在已經連勝了五場 那麼今天又要對上大阪 就是很強的這個對手 那你有什麼話想跟你講 我知道他一定會前進一步 他們這組現在也開始 就是我覺得他們最重要 就是說調整得很好 這組應該應該是說 差不多一個多月 這個一個多月 大家是國人也發覺到有目共睹 今天能夠到這個地方 我相信他們是有經過很大的調整 包括他們的教練團在裡面 所以我為他肯定我們國家的這個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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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在那邊 我們剛才的盡量